三國接班人 這款遊戲 主要是戰鬥結合金銀的玩法 三國接班人這款遊戲 雖然常見 但是在培養角色這一塊下了點功夫 有些東西必須要認真玩 不按部就班來玩 就永遠強不了 即便是課長級的玩家 也只是贏在起跑點 遊戲中四星主將的數量 遠超過於其他星數 再加上綠鑽宋恆大 所以初期很快就可以 湊滿一隊四星隊伍 由於一隻武將的身心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建議就針對這一隊專心培養喔